在台湾中央山脉南端的群山里 有一座纯净地透 宝石蓝色的湖泊 就藏在山脉连峰的某座山顶之上 没错 我们今天终于要去拜访 传说中拥有天使眼泪的嘉明湖了 没想到穿过黑森林之后 眼前居然出现 犹如冰雪奇缘的梦幻场景 所有的植物 大树 岩石 泥土 全部都被冻上一层浪漫的雪白色童话世界 但没想到在连绵不绝 高海拔的人线上走 周围林下的超低温 恶劣强风的气候之下 肉依是出现了高山症反应 很突然诡异的完全无法行走的状况 真的是登山游戏来最痛苦的一次 到底这次我们能顺利亲自拜访嘉明湖吗 能走到我们心心念念 四年多的另外两个百岳山头吗 这次挑战雪记的嘉明湖三天两夜 那我们就出发咯 我们今天小贪睡了 所以现在有比较晚 现在差不多七点左右 然后已经整面都是雾耶 你有开灯 我真的有点看不到 我有开我开远灯耶 真的耶好扯哦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个路 看这个云海 我们现在已经到远远之上 所以出太阳了 大家早安 我们在哪里呢小哥 我们今天要去爬嘉明湖 没错传说中的嘉明湖 我们终于来了 然后这次呢 我们打上三天两夜的方式 现在有点低了 已经要快八点了 我们赶快出发 正去报道 走走走 一到停车场上面的人 就会看到这个管制局 我们要去缴交我们的渡山镇 现在是富二渡 我们在那边接地的 好 那我们出发吧 走咯 嘉明湖单山 我上来沿路 已经有很多樱花开了耶 好红哦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第一管制站 就是我们去缴交路山 这路原则都在这边 这两条都其实都可以走 所以我们可以上载走一条 下载走另外一条 所以说我们这次 只要的行程就是 一个嘉明湖跟两个百院 希望我们这次嘉明湖可以顺利 对 好 出发 它前面看起来就是一些 这算什么木啊 块木吗 你说这干嘛 这应该是松树林吧 松树林哦 这可爱的小肥鸟 又到了柔宜最喜欢的 地板金光闪闪路线 超可爱的 其实前半段算是平坏的 对 老实说它的路线目前为止 难度都蛮亲切的 那我还记得嘉明湖 原本是我们最早要来的百院吗 在两三年前吧 那是我们刚刚在一起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跟朋友一起约 我们原本四个人一起去趴百院 对 然后就最后一直遇到台风 对 就遇到台风 然后我们都已经订好山屋了 终于今天算是圆梦了 今天算圆梦的一部分 我们走一小段之后 就遇到了岔路口 然后一个是嘉明湖步道登山口 然后一个是向松步道 这两条都可以走到 哦 所以这就是刚刚的经典岔路 走没多久就到休息区了 我们对面是一个叫做关山的地方 然后是一个整个大崩壁 哇 下面是云耶 你都没有注意到 像人家松树上面都满满的松果耶 超级满的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要到嘉明湖山屋 有些人第一天会住在向阳山屋 可是因为我们想要第二天待久一点 因为我们要拍摄 这样我们第二天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你看你要先苦后热还是先 先乐后苦 对 而且其实说真的我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今天的天气其实是满暧昧的 就是有可能会下雨 然后我们也是一直遇到 虽然遇到很多白墙 但还是偶尔会遇到阳光 可是目前都没有下雨 真的太棒了 谢谢嘉明湖大神 走了那么久才发现 这边疑似甚至登山口 真的假的 对 我们现在还在这边 我们等一下第一个吃午餐地方 应该是向阳山屋 然后我们今天目标是嘉明湖山屋 我们来问一下第一次跟我们走百岳的人 感想如何 呼吸很重要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要跟队友讲一下 会比喲吗 目前有没有比喲的感觉 哇 变小劲 这看起来就会变陡伤 这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真正的开始挑战 瀑瀑欸 蛮漂亮的这块石头 它有很多颜色 嘉明湖是许多登山者的梦想清单之一 大家重庄 徒步 往海拔高度3310公尺上走 都是为了亲眼目睹 藏在高山山顶处 台湾第二高的高山湖泊 据说阳光洒落的时候 湖水会变成体透纯净的宝石蓝色 就像是天使的眼泪落入凡尖一样 现在是中场吃饭时间 我是老朋友饭团 我是在这里的话 他是 结冰的那个鸡胸肉吗 对对对 真香 刚刚继续往前走以后呢 现在就是多这种路线 就一直不断的散播 不断的散播 其实还蛮累的 你现在觉得会船吗 我觉得这段平地还好 但是不得不说刚刚在上下 上下海拔真的很高的地方下山 你还是会怀疑自己说 我是不是高山镇了 你也会船喔 我只以为你不会船欸 我会船 还是会好不好 这边旁边就是有溪流 然后跟着这样子 但它竟然没有直接动 可是我有觉得越走上去 越来越冷的感觉 我们应该快要到向阳山屋了 对 继续加油 肉依刚才说看到向阳山屋了 那个小木屋还能不是吗 真的吗 是啊 太好了 我们终于到了 向阳山屋而已 对 还不到一半 其中一个小菜一碟 我们刚才路上遇到很多人说 上面冰雪奇缘 问我们有没有带冰床 我们有带 好险 累吗 现在只是小前菜而已喔 好 太好了 加油 现在向阳山屋这里啊 它看起来蛮多告示牌 而且椅子很舒适 它用上去还蛮多的 然后后面是厨房 然后厕所在这边上去 就是厕所 然后它还有提示那边是小水店 海绵殿啊 而且它上面还有刮钩 还不错 我们现在只有到这边 过三 四个小时 我们今天目标是要到 碧蛋山屋这边 可是等一下会经过陵线 跟连续的陡上 所以等一下这段是最硬的 好 我们出发吧 过山屋后呢 就是这样子黑森林的连续陡上 这段真的是比较陡一点 现在不太妙 大家看这风 就知道它现在上面的风速非常快 反正它无回飘那么快 我们现在到了黑水塘这里 应该再走一下下 就会到人县的地形了 结霜了 对啊 我的天呐 上面都已经白了花花的一片 大家各位有没有听到 我定录了一个线洞 不要记我妹说 你最喜欢拍这种的 但可惜你爬不上来 真的假的啦 翔哥刚刚说上面全部都白的 哇哟 这个风 哇哩 我刚才在那边吹倒了 天呐 我这里也是 太夸张了啦 真的欸 都是白的了 要看这景色是有代价的 对不对 首先你要负重 因为你的背包带很多 就是防寒的装备 现在这段就是 满冰的 然后又结霜 风又蛮大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痛苦一点 你看看 这个风 这个雪 累死人了 我第一次沿路一直疯狂喊 再来啊 还想要更多 人间度变好差哦 对啊 雨刷除雾 走在连续绵长的 冷线上 少了山壁包覆的保护 在面对寒冷的风霜 我们抵抗 坚持着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时候出现了 眼前这一颗玉山原泊 据说他可是矗立在这里 将近千年的千岁 爷爷神树 在生存条件 这么严酷的高山上 好难想象他到底经历了 多少的高海拔曝 大雪 强风 大雨 但他还是静静的 坚毅的 在夜沿之上 山脉的高点处 开枝散叶 真的是超佩服 大自然升起的生命力啊 你看前面这片 超白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说 雷狗的场景 冰雪奇缘 大家你们看 好漂亮哦 一球一球的霜 可是又不是他的叶子 三滴了 三滴了 对不对 好好笑哦 这波阵超强对不对 这波阵超强的 太夸张了 然后到我这边以后呢 他的冰越转越吸 这棵树完全结冰了 结冰了还是从一地步有 太猛了 我们现在躲在这地域 比较没有泡地步 稍作休息一下 还有吗 因为风很强 而且我们在逆着风前进 周围 我们周围已经是这样子了 地面已经有点开始结霜 赛哥 你刚刚不是一直跟我说 再来啊 那你现在还会想说再来吗 再来啊 呵呵 你在期待等一下的青州小菜 这是我们唯一的动力 好 诶 我们的麦克风帽啊 跟我的魔鬼山全部都结霜了 我全身都结霜了 你也结霜了 对啊 我参与人啊 瘦你 你冷到这样子哦 因为我停下来的时候蠻冷的 好那走了吗 好 加油我们快到山屋了 加油 大概在两个小时吧 应该可以到 这边落差比较高 爬一下吧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肉依还好吗 还好 只是现在 我不在这边养细细吧 但是这段比较陡 然后就是有点很喘很喘 因为这段还要爬活哦 实际上我都吓了一跳 而且大家看了 大家就把我沿了 有点结霜结霜 我们现在沿路就这样子 然后活得很大 今天天气状况真的算是很累 你弄不情况你就先休息啊 完全不累 对就是觉得舒服很快 所以我其实没有觉得很冷 可是就会有一些发抖 然后可能这样子就是蛮好 体能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心跳比较快 但是我的精神状况 跟整个的疲劳度 其实我觉得还好 那我们现在穿上第二件裤子 再砍一下状况 欧阴 蛤 你可以帮我拿一块吗 可以啊 你是有点喘不过气吗 刚刚把盖子掀起来 对 所以你要盘气床药了 是 到底现在先吸一点气床药 嗯 因为我有气床 这个大家应该很常见 偶像剧很常演就是 嘿嘿嘿 然后喷一下之后就马上好 但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要过大概半小时左右 因为我的水管都气床 根本吸不出来 真的 我朋友也吸不出来 太感动了 我们快要交叉口了 那边就是开始要往 避难山屋下湖的方向走了 开心吗 开心 所以说呢 假设有时间的人 就会往上面走 回去走向阳山 也是一直用来做百月 那像我们现在就要先去避难山屋 走吧 我们往下走吧 我们现在状况蛮不好的 我们现在状况蛮不好的 我觉得胸口超级紧的 我之前在避山也是这样子 每周几步我就要休息 我完全不会喘 可是我觉得胸口很紧 明天看到它调整 而且一定要不要去 跟我们上避山一样 明明眼前距离嘉明湖避难山屋 就只剩一公里 而且还是全程下坡的路段 没想到这时候肉依疑事出现 高山反应开始严重胸门 心跳急促 手超级麻的 又在这样的低温强风之下 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举步维艰 翔哥一路担心的不断鼓励我 陪伴我 弟弟这次先往山屋卸下重装之后 再回头接我们的装备 真的很感谢对我们的照顾 我继续走走停停 往山屋的方向前进 到底我的症状真的是高山反应吗 我很幸运我们是在下坡 这样子 这样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很痛苦喔 我当时去遇上也是这样子啦 没事啦 可以这样互相帮忙很好啊 加油 加油 看到了 好 赶快小翔先跑去山湖 赶快来帮我们了 诶 这边温暖很多欸 哇 这车都没有风了 太棒了 我觉得身体有点在麻 真的很高兴是在下坡 因为翔哥可以帮忙 而且就是他把后一直下降 我有点难过 就是 我没想到这么不舒服 对不起 没事啦 你看你前面都结冰了 没事没事 没有啦 高山真就是这样子啦 你不要有觉得拖累贼 我们队伍就是互相帮助啊 我们频道拍照三年 我从来没有感觉肉鱼有点累过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 很诡异的感觉就是 你觉得你的心脏很紧 可是你明明就完全不累 然后精神超好 也没有任何肌肉痠痛 但是你就是走不了 诶 看到屋子欸 前面 看到了 耶 你现在过去就可以躺着休息了 而且有热和很能躺 谢谢你 谢谢你的猫子啊 来 最后的一旅路 加油 回到了 我超级开心的 好啦 这边就很温暖啦 就是明明已经到室内了 我还是觉得超级冷的 然后再骑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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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现在帽子一直在滴水 你有看到吗 就是结霜的水 我们要去吃饭了 我们要去吃饭了 好 在高山上可以这样吃真的是很幸福了 对 我看高山的压力还是什么 因为真的会有一个 比较饱会有反弹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有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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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好幸福的 我聲音大聲很多 我真的想要 激不激起 意不意外 真的 它聲音越來越大了 所以大家可以來佳明湖找阿姨敬聲 真的有比較軟嗎 你覺得 我覺得有耶 它其實會一直有樂器上來 佳明湖主要有兩家 一家是天馬 一家是... 我們是店是佳明熊出貨的 我那種選這家其實是因為 大家都說他們的菜比較好吃 在這裡兩家都一樣 都差不多喔 真的 哇 太神奇了吧 我看到水果都傻了 阿易現消 現在這邊就是佳明湖山屋的內部 下部都有門員 還滿好的 還聽到有水路 絕對去探索水路 欸 眼睛會亮 我看到了 那邊啊 有個眼睛會亮 那個 沒有 那是人 不要看到 那是人 這什麼動物的大便啊 是水路嗎 樹底下就有一隻 它在樹的後面 其實那後面好像它的屁股 它屁股喔 有一隻眼睛在上面 你看 兩隻耶 它鬼鬼祟祟的真可愛 你就是好奇寶寶啊你 你看到燈又想偷看 我看到你的大屁股 有耶 整個路頭都拍到了 我拍到它的大屁股 哇 它很肥耶 Have a good dream 看到水路肉依就復活 我也是傻眼 真的 我現在還有很多的 心臟都沒事 今天月亮也滿圓的 給大家看看有沒有看到的星星 數量 想剛才說有看到水路 在旁邊而已 就在廁所這邊 對 小翔跟我說 我遇到海鵝黑熊 對 因為我剛剛一走出警示的時候 然後我沒有戴眼鏡 然後走一走的時候 嘩 什麼聲音 因為我聽到砰砰一聲 終於是從正家房 然後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欸 這個顏色有好像熊趴著 仔細看看 欸 沒有 牠有鹿角 熊沒有角 嚇爆我 那假設魚要到台灣一球怎麼辦 這時候我會先不管那麼多 我會先不動 我就怕牠盯上我 畢竟我是熊的男人 熊記嘛 熊的男人 不是熊記的男人 我現在差不多該睡了 對 晚安 晚安 我們睡了一個晚上 然後昨天晚上我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心臟很痛 但是我沒有跟這裡的向導聊過 然後他們就說我的狀況 聽起來像是 大慕斯的副作用 可能他們覺得 我服用的量 對我的身體來說算太大了 所以他就叫 建議我就是先慢慢減量 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昨天到半夜 開始頭超級劇烈的頭 躲穿爆炸想吐 然後我就衝去廁所 就把昨天晚上全部吐 就嘔吐了大概三次 好像高山症的反應 當你今天 頭痛 然後再來就是你嘔吐的話 可能就是有變惡化的狀況 所以我可能在觀察 對 那我是 整晚沒有睡 因為我可能一直想吐跟頭痛吧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現在是處於很猶豫的狀態 但是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加一波 還是放棄這次的行程之類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這時間 先起來吃早餐 不然炒真正過就沒有早餐了 好 那我們就再評估一下 再看看 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隔天的早餐 它這個是那個 芝麻包 其實在上面可以吃到甜甜的包子 真的很幸福耶 這是筍乾 然後這個是那個腌蘿蔔 然後肉鬆跟蛋 然後還有肉粥 非常的豐盛 讚讚讚讚 一早是滿滿的雲海 今天天氣比昨天好得一節 可是還是很冷 一早就有這麼多鳥 在那邊吃東西 你說這是什麼 金益白莓 金益白莓 現在時間7點15 我們準備整庄出發 不過因為我跟肉依有點 些微高山症的症狀 所以說我們打算放棄全木山頭 只是去嘉賓湖 對 然後我們就是評估自己的狀況 如果真的走一走不行的話 就直接馬上撤退 對 好 那我們出發 好 走 斜斑斷就走在這種 陽昌小徑上面 今天對面還滿雲海的 滿漂亮的 這邊還是有很多植物是結霜的狀態 今天笑得出來了 剛剛其實剛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還是滿喘的 但是風景很漂亮 期待我們嘉賓湖也出大驚 加油 霜都已經漸漸在融化了 太棒了 哇 前面的山還是有很多雪 白茫茫的一片 現在上來這個山頭好冷喔 它的霜都沒有什麼融 可是它溫度還是很低 今天景色滿漂亮的 就一直漫步在這種 細碎的領線上 可是這邊又變成是有雪 它就一直 有些地方有雪 有些地方沒有雪很好笑 我覺得這次還滿冷的 前面很冷 沒有被這個山壁擋住很冷 哇 前面都矮處損後 然後接著是變成了雪白的黑森林 真的 翔哥你超元氣的耶 看到你這樣真好 陽光透進來超鮮的 這簡直就像是有神明珠在裡面了 它流水了耶 它流水了耶 可是流水它是直接截冰棠那邊啊 我猜可能因為早上是陽光在另外一面車它融化 然後今天又突然逗漿 哇 超級硬的耶 給大家看這冰到底多麼的長 它這不是葉子喔 這單純都只是冰而已 哇 好長喔 超美的耶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已經說過嘉明湖是怎麼形成的嗎 過去曾經傳說是隕石撞擊而形成的 甚至傳說有人親眼目睹了不明生物 曾經到訪過這裡 難道真的是外星人留下的痕跡嗎 但後來經過許多學者們研究推斷 嘉明湖是冰河時期所遺留的冰斗地形 也由於這裡的季節和昼夜溫度的變化 積雪反覆的融化和凍結 龍水滲入了岩石的裂縫中又凍結之後 膨脹時的岩石碎裂 碎片又被溶水帶走 才慢慢形成了一個凹地 長年累月下來也才形成了 我們現在眼前絕美的嘉明湖 哇 真的是一直綿綿不絕 可是今天的路程真的比較好走對不對 好走很多 蠻斜的 等一下上來就很累 這段感覺原本是潔邊的狀況 現在土都濕得非常的滑 可能因為太陽出來融化了 太滑倒 我們現在正前方有一些人在移動嘛 他這條路徑就是往山叉山的方向前進 那山頂在那邊 可是我們今天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我們會放棄 那邊有個交叉口 會往嘉明湖方向走 大家 我剛剛以為那是嘉明湖耶 沒錯 那就嘉明湖 你不曉得了嗎 一個八字型 你騙人了吧 真的啊 屁啊 那你早就沮喪到不行了 那這嘉明湖你不知道嗎 我剛剛不是說往右邊是嘉明湖 我才不信咧 發發發 發發發 繼續走 我們去嘉明湖吧 想騙我嗎 你們看他被冰了一圈了 還以為是新品種的 他跟姐妹說好好笑喔 超好笑的 你看他就夠吃了 那我們繼續趕路吧 快要到岔路了 走 翔哥跟我弟昨天都沒什麼睡 然後我也是 我們兩個就是走一點點上坡 就要秀一下 而且是緩坡 翔哥剛剛就說一句話超成 他就說真的蠻誇張的 既然是平常完全沒在爬山的人 完勝我們兩個 沒有啊 因為我們兩個都高山症 因為我們今天有測底部的血氧 它是正常的 我們兩個都是高山症的狀態 而且我昨天其實有查 他說高山症的發生與否 跟你平常運動量 其實沒有太直接性的關係 他等於說是你身體失心海拔 還有你疲勞度的累積 然後就是你中間有沒有適當的休息 他說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溫度漸漸回升了 這兩天的嘉明湖天氣都非常好的 我們真的很幸運耶 有拍到那個陽光版的 然後也有拍到就是雲海版的 好幸運喔 看到沙路了 終於 好喘喔 可是好開心喔 我們又離到嘉明湖更近一步了 嘉明湖就往右 然後去山岔山就往左 走走走 走 大家現在風聲應該超強的吧 可是從這個角度我好像在滑雪喔 大家早安 然後我們現在是實地記者採訪 好啦其實風真的很強 我們現在往嘉明湖剩0.3 然後山叉山就是往我們來的方向的岔路 其實問愛嘉明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他的告示牌真的超級清楚的 好那我們繼續走吧加油 我們最後的100公尺 最後的100公尺 最後的100喔 那個雲海好美喔 那個雲海好美喔 看到了 我們終於到了 好開心喔 費盡千辛萬苦 超漂亮的 他的水超乾淨的 真的假的 真的你自己來看 因為我每次看別人的調色 我都覺得 他好髒 橘橘的喔 然後就是一堆土 可是他其實很透明耶 原住民有個古老的傳說 天上曾經有兩個太陽 但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於是一位勇士用弓箭射下其中一個太陽 而被射下的太陽就變成了月亮 月亮每個晚上都會回來 透過湖水的倒影看看自己的劍傷 所以嘉明湖在原住民雨中 也被稱為月亮的鏡子 你看他有沒有比你想像那麼乾淨 滿清澈的 超級清淡的 的確是比我想像到清澈很多 一百分耶 然後那邊就是寶藍色的 翔哥辛苦你了 我們終於攻頂了 什麼 你要搶的話竟然是這個 對啊 你幹嘛笑得那麼開心 但是我也有一句話要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啊 天使的眼淚 天使大概就是他路線難度真的很天使 但是眼淚就是我昨天好像也真的有眼淚 所以我算是有達成嘉明湖對於來客的使命了吧 還是有其他山友也曾經有跟肉一樣 就是不舒服到流淚 這其實好像是 我爬山前幾次哭耶 只是之前再害怕都不敢哭 但是我不得不說 很慶幸的天氣狀況 然後風景然後還有你的身體狀況 允許你能夠上來 這真的很感動 就是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一整路線 雖然我真的很不舒服 這是我爬山過最不舒服的一次 應該是第二次 第一次見農人啊 我還是真的非常非常愛嘉明湖 謝謝嘉明湖 帶給我們好天氣 其實原本來嘉明湖之前 我本身是對嘉明湖的影響是還好的 可是我這次 買的時候可能再加上一些白雪吧 我覺得它倒是讓我滿驚奇的 超漂亮的 它其實是比我想像中的美很多 對啊 它比我想像中還漂亮一些 我們第三天超級早一點 3點50等著起來 因為我們想要早點下去 中城那邊還有上它有交通管制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早點下去 趕在那個封閉的時間之前 然後趕快離海 不然回家就超級晚了 天啊 一路上來好慘喔 因為剛剛前面 整個大骰車 繼續加油 太陽要出來了 今天天氣也滿好的 天啊 這一側 超超級強的 有沒有看到嗎 我被吹倒了 超級強的 啊 欸 到底是日出欸 啊 好強喔 現在我們三個在樹重後護避難 哇 後面已經變藍天了 有點幸福欸 這個畫面 好好笑 這好像是地址 這地址啊 Perhaps 好像是藍色地址 欸 小胖 喔 他的屁股好可愛喔 剛剛沒想到上來的路上竟然 順利幸運的解鎖地址了 而且他很乖 他都盡情的在那邊到旁白 他就我行我素 他走他的 他就很不在意你 在旁邊 靠近他 他就是慢慢悠悠懶懶的 跳來上去這樣 超可愛的 拍照 對 地址要在高海巴比較容易遇到 歡迎來到歐比桃的 登山實在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分享 加冥湖的相關登山資訊 那爬百越南首先最重要的當然要了解 這座山塔的難度是不是適合我們 那向陽山呢 雖然他一樣被歸類在A級這裡 那大家常走的山頭呢 就是三叉山跟向陽山這兩座 那難度的部分呢 會建議大家先從玉山啊 或是河化山群峰 開始循序漸進的走起 然後再慢慢往嘉明湖這裡邁進 那爬嘉明湖呢 其實主要有兩種路線 一種就是從向陽山屋 嘉明湖山屋的路線 就是最傳統的 難度更高一點 就是從介茂師那邊上去 那我們這次主要爬的 跟分享的就是傳統的路線喔 所以說爬嘉明湖 路山鎮 你可以考慮選擇用訂餐的方式 有兩間鞋座 一個是天馬 一個是嘉明湖熊出沒 一個人包含早餐 晚餐 然後還有睡店的部分 那志祺開車的朋友的話呢 因為現在藍痕公路是不同的 所以只能從台東這段前往嘉明湖 那就直接導航象牙 國家生理遊樂園區就可以了喔 因為藍痕公路這邊很常事後會施工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去注意一下說 他哪些時間會封閉之類 反正一差會差很多個小時 那關於這裡是沒有提供大眾運輸工具的喔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跟團 或者是包車的方式前往 那接下來呢 我為大家整理了四種嘉明湖的行程安排方式 那第一種比較常見的走法 也就是我們這次影片中我們的走法 就是從登山口 然後一直走 走到嘉明湖山屋 然後第二天呢 就是前往嘉明湖跟3X3 然後再回到嘉明湖山屋這裡 那第三天呢 則是從嘉明湖山屋 再前往向陽山 然後再順便下山 那這種方式的它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在嘉明湖那邊停留比較久的時間 有比較多充裕的時間可以去湖畔 慢慢地拍照 休息 那它的缺點就是 你第一天會重裝直接走到嘉明湖山屋 那等於說你沒辦法適應海拔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產生高山症 那第二種常見的走法就是 第一天我們先直接到達向陽山屋就入主 那第二天呢 則是在從向陽山屋出發 前往嘉明湖山屋 到嘉明湖跟3X3 然後住在嘉明湖山屋 那至於第三天則是從嘉明湖山屋 然後到向陽山 然後順便下山就可以了 不過這種的好處呢 就是你要可以去適應海拔 因為等於說你不會一天上升太多的海拔 可是它的確定就是 你第二天的時候會行程非常的累 你也沒辦法在嘉明湖停太久的時間 好 那我們下面也為大家整點文字的版本 就是大家可以自行去參考說 你自己想要走哪種走法 然後它優趣點是哪走 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點按暫停 去參考一下說我們行程是怎麼安排的 那假設你今天是 欸 體力更差的話 你可以安排4天3夜 或者是你更強的話 你可以安排2天1夜 這都是有人可以這樣子去走的 那嘉明湖的走法呢 它其實也算是沿路斗上的方式 它從2300然後一直走到3600左右 所以上升了應該有1300左右 所以也算是蠻需要體力的一個路線 那這方組則是官方去提供的 嘉明湖的預估的行程時間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你對這些地圖有些概念以後呢 你隨時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該放棄的時候就要放棄 不要說每個地方就一定要去 我們也許以後有機會再去都可以 對 我們其實原本連嘉明湖都上不去 超級超級沮喪 就打算從嘉明湖散路就是下車 但好險就是我們早餐之後 就是回復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至少到了嘉明湖 那我們就沒有走到另外2個山頭 那來到嘉明湖 我們會建議哪些東西是一定要攜帶呢 第一個就是入山症是一定要攜帶的 然後還有相關你的症件 那假設你會怕高山症的話 你也可以先去去服用一些高山症的藥物 那關於登山配備的部分呢 就推薦大家一定要攜帶 就是登山帳 登山鞋 然後還有雨具 頭燈 然後還有防曬 那一季巴亂的衣服跟離線地圖 都記得一定要取事情準備好 又到了可能過去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嘉明湖三天兩夜的心得 所以我們下山花了大概六零小時左右 其實我不得不說 我在嘉明湖上面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當下對於那個景景的感動 但是你後來慢慢 這種東西會在你心中慢慢消化 就是我會覺得說 這是我四年前就跟朋友講好一起要來 就最後我四年後竟然才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應該是覺得那樣下雪結霜很阿渣 就是都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可是我後來也發覺 這樣子我等於是兩種景色都看到了 對 我們看到三四種 我們有起霧的 然後又有大晴天的 然後又有雪景的 然後又有什麼雪帶一點陽光的 這很難得欸 因為通常你下雪就是整面白啊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的是 非常的滿載而歸 我必須再說一次就是我愛嘉明湖 其實我覺得每次白月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會跟你的隊友們經歷過酸甜苦辣 然後就一起開心 然後一起難過一起累 然後單獨高山證就好 不要一起高山證這太可怕了 但我還是很感謝我的兩個隊友cover我 對 恭喜你也獲得高山證經驗一枚 翔哥一直很驕傲好不好 好煩啊 好 那我們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Bye Bye 期待下一次下雪 有沒有機會再去其他的山呢 今年 好 Bye Bye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在嘉明湖拍攝 一台空花艇跟兩台參與機的心得 一台機在傳越機直接炸爛 就在傳統的傳越機炸大概四五次吧 這次的損失產 知道嗎 所以每次其實看到影片畫面很漂亮 其實我們幕後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成本 要去洗手跟消化